欢迎收听历史进行时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物须变法谭四同 为什么要卖新疆和西藏的背后真相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句满腔豪气的诗句 不仅见证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变法 同时也为了一个人留下了辉煌的人生结局 他就是近代中国为改革变法 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四同 1898年戊虚变法以失败告终 众多维新派人士慌忙躲避追捕 意图之后积蓄力量再进行改革变法 但是谭四同却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最后顽抗 当时他对离开的人说道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畅隐 有之请自私同时 于是谭四同被捕 在9月28日与林旭 杨申秀 刘光帝 杨锐 康广人五位维新人士 被斩于北京宣武门 虽然说这次变法是失败了的 但是谭四同等人的英勇就义 却也唤醒了许多中国人的觉醒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这次变法也是成功的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 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爱国意识 采取救国行为的谭四同 却曾在变法时提出 将新疆卖于俄国 将西藏卖于英国的要求 要知道一直以来 中国人以割地给各国列强为耻 那么作为改革变法的代表人物 为何会提出这样离经叛道的提议呢 这一切都要从谭四同少年时说起 1865年 谭四同在北京出生 没有奉鸣龙吟 没有天降意向 妥妥的一个普通人 但是在他五岁的时候 突然得了一场怪病 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 无法救治 就在大家以为他要不行时 却又离其搬活了过来 对此人们皆称其父生 这似乎也意味着谭四同之后的不凡 十岁时 谭四同就开始跟随 刘阳著名学者欧阳中胡学习 欧阳先生在当时 虽然未能中举 却是知识渊博之人 并且对于变法改革极为推崇 所以这也就成为了 谭四同变法思想的开端和启蒙 再加上谭四同学习认真 对于新思想接受速度非常的快 因此在看到当时的八股文时 直接在课本上留下了 其有词里四个大字 后来洋务运动开始 更多的新思想 新鲜事进入大陆 于是谭四同也在尽一切的努力 吸收外界的一切 尝试新事物 为以后的变法 进行着经验和知识上的积累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 中国战败 清政府被迫无奈地签订了马关条约 并且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也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这就成为了谭四同变法的开端 而当时已经30岁的他对于政府的现状 充满着担忧和愤恨 于是开始在家乡提倡新学 展开各种新式课程 呼吁大家一起变法改革 后来谭四同又听说了 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公车上书的行为后 再一次意识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是远远不足以改变格局 反而一群人在一起就有着推动大势的能力 然后谭四同在1896年进入京城 结交了梁启超 康有为等微新人士 只是这个时候 谭四同却不知道这次上京的决定 让他只剩下了两年的寿命 而就在变法期间 谭四同曾写信给自己的老师欧阳忠胡 信中写道将新疆卖于俄国 将西藏卖于英国的提议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打算 主要是在于三点缘由 第一 新疆与西藏地处偏远 要知道这两地作为远离皇权中心最远的地方 政府对其的掌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两地在当时常有叛乱 而且每次出兵征讨都需要大量的军费 这对于已经是拿不出任何余钱的清政府来说 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只会使得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重 第二 新疆和西藏两地人口实在是稀少 要知人口是发展的基础 如此少的人口下 两地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而且根据当时的国家实力 根本无法更好地利用当地的资源 所以在谭四同看来 既然留置无用 还不如卖个好价钱 然后做更多的事 第三 多次战争的失败 让政府资金短缺 而且每年的分期赔款压得国家难以发展 所以不如卖地得钱 不仅可以还掉之前所欠的所有赔款 而且还能有大量的余款来用作变法的资金 再加上在当时清政府的威严实在是太过于低下 虽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土地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长期控制在英国人的手中 清政府对于西藏的控制力近乎没有 还有新疆看似是中国的土地 左宗棠也从沙俄手中夺了回来 可实际上政府却难以有效的把控 所以还不如将这些对于国家毫无任何利益的土地卖出去 得到的钱用来还款和变法 这应该是最好的改变当时国家困境的办法 其实关于这一点 早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就曾出现过相似的言论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 清政府身上就背负着巨额的赔款 由于无法一次性付清只能分期还账 况且洋务运动中的各种技术研发和材料购买 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维持 于是作为新派的李鸿章就表示放弃新疆 注重海防将日本当作了日后的强敌 但是旧派的王文韶却认为日本海军不足为患 英俄陆军才是需要对抗的 提倡以陆地为主 虽然在最后是左宗棠提出的海陆并行获得赞同票最多 但是从这时就能看出新派和旧派之间的斗争了 所以对于谭四同的提议 欧阳中胡并不认可 并且对于维新派只用西法变革充满意义 而除此之外 谭四同还认为东北 蒙古这些边缘地区也不应该要 准确的来说 只要是当时国立无法综合利用的资源之地 都可以悉数卖给其他国家 这才是一个理智之人做出的明确选择 只是谭四同不知道的是 一个国家的领土就是这个国家的尊严 如此轻松卖出自己国家的土地 就等于让整个国家的尊严也消失殆尽 而且那时的他还不清楚 卖地的想法其实是太过于想当然了 要明白当时的英国沙俄等列强 就是带着侵略之心来到了中国大陆 如果轻而易举将土地卖给他们 只会让这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很软弱 然后更加变本加厉的侵略 而且新疆和西藏这两大领土 更是国家西北的屏障 一旦落入到列强的手中 中原腹地在他们面前只会是长驱直入 所以说谭四同在提出这个建议之前 就可谓是错估列强们侵略之心 错估了当时的世界形势 不过最后还好这样的要求并没有实施 不然的话左宗唐当年的苦心真的就要白费了 一直到1898年 慈禧太后提前发动政变 下令捉拿维新人士 于是大量维新人士逃出京城 谭四同为了未来更多人的觉醒 留了下来被斩首示众 就此短短103天的变法改革落下了帷幕 史称百日维新 实际上谭四同等人的此次变法失败 是非常正常而合理的 一方面是在变法之前 他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并且缺乏实际的理论系统来支撑他们的活动 而且从变法开始到结束 一直都是服务于皇室 所以从群众基础上就缺少了成功的可能 另一方面 务须变法是将西方的模式升班硬套 这也是为何欧阳中胡感到非常失望的原因 毕竟各国的国情不同 方式方法就千差万别 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这次变法却对于后世有着积极的影响 不仅促进了更多中国人学习新知识 接触新潮流 而且谭四同等务须六君子的就义 也使得很多中国人从此觉醒 尽管谭四同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国家的建议 但是在当时的时代下 感为人先就足以很多人学习 望门头指四张简 人死须于怠度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在这里想说 人非圣贤 不能求全责备 谭四同的变法牺牲精神 足以轻视流明 每个人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我们主要要肯定他的优点 治理国家 需要有时之势 共同努力 让国家繁荣富强 领土完整 不受外务 在这点上 相信谭四同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认为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下方评论区